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是姜老師 我是姜老師 姜老師的瀑布紅 今天要開箱什麼樣子的題目呢 宇多田光要來台灣了 我們要共襄盛舉 在日本流行音樂史上 最暢銷的10張專輯呢 宇多田光一個人就霸佔了3張 大家知道宇多田光一定是從 First Love開始 那其實First Love是他第一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是他才16歲 現在我們把時空拉回到16歲 我拉回來 你們16歲你們就停在16歲 我16歲的時候呢 我是高一嘛對不對 因為我高一的時候呢 就念新竹高中是男校 然後整個學校都是男生 只有六十幾個女生 是來自音樂班的 所以真的很忙 高中的時候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人家已經唱出這種 打破紀錄的一個歌曲 霸榜在那個排行榜上面 85個星期 一個月有四個禮拜 2個月有8個禮拜 1月有個禮拜 12個禮拜 12個禮拜 48 誰是誰會想睡覺 85星期 那這本樂譜呢 它一共有20首作品 18首是鋼琴獨奏 有兩首呢 是可以讓你自彈自唱的 前面這邊呢 是戲數 許多田光的人生的里程碑 專輯是什麼時候發行 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對它非常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這本真的還不錯喔 來喔 那我們先來第一首 你們以為是First Love No 第一首是 Automatic It's automatic 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 OK 我們看看怎麼樣喔 喔欸 彈錯了 幫我 好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些像急性的东西 大家應該可以聽出來 它其實是有一點像爵士的感覺 所以呢 有極限的地方呢 我是感覺比較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應該顯然剛剛看起來是 臉也是有一種迷路的狀態 目前第一首我還搞不清楚 這本譜到底值不值得大家買 但是我們只要接下來這首呢 談下去就知道 到底值不值得買 因為呢接下來這首就是 我們大家非常非常喜歡的 First of Love 要旋律下去 眼淚就準備好了好不好 衛生紙拿著 謝謝 音樂 比如說聽話這首曲它除了主旋律之外 它有些會有一些內聲不對暢的東西 你不能把它彈得很大聲 例如說這裡 這個東西其實它只是為了要引導 那個主旋律出來 可是它不是主角 它的深刻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在樂曲當中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彈的感覺 比較有層次感 比較有變化性 比較有音樂性 也是因為這個 有些人可以彈的感覺 也是因為自己也能與一些 還是可以彈的感覺 而在樂的感覺 就是有很多 而且都可以彈的感覺 可是可以彈的感覺 如果你們這些影響 這一次比較有改美的感覺 就是在樂曲嗎 可以彈的感覺 很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 因為大家可以彈的感覺 買啦 打直播買 這很好聽 聽到這個前奏一下的時候 你整個人就回到那個年代了 你知道歌曲就是有這種魔力 它可以把你拉回到那個時空 好像就是音樂是有記憶的一種感覺 那寫的呢我覺得 不是超級華麗但是已經夠了 因為很多時候 它就是要這樣子淡淡的 留一些空白處 你本來會覺得你更有一個空間感 Can you keep a secret 台灣的翻譯是叫做A級秘密 它是史上收視率最高的日劇 Hero的主義劇 你知不知道你們現在在看韓劇 我們以前可是都在台灣的主題 冰箱漢將啊 Hero啊 數二客啊 魔女的條件啊 全面的詞 tahun 一堆 它是史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没有什么诚意 那如果你讲 Can you keep a secret 这样的话就 是不是 接下来呢 这首要谈的是Sakura Drops 那这首曲子呢 当时发行的时候 因为有一款硬糖果呢 其实也叫做Sakura 因为这首歌非常红的关系 导致那个糖果也大卖 所以说如果你们喜欢看姜老师的影片 你们学校也有一个老师姜老师 可能是在教生物或是教理化 你喜欢姜老师的影片 你也许就会上那个姜老师的课 就会比较认真一点 有吗 有这样子吗 你们学校也有个姜老师 你也是非常喜欢那个姜老师 请在下面开放留言跟她告白 或是跟这个姜老师告白也是 作曲辑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好听 这首曲子它有一个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点 是说它重复性的东西非常多 其实变化的东西最主要是在左手 它根据和声不一样 我们就要做不一样的色彩的感觉 往前 坚强 多一点 收一点 所以这样子在这一个乐剧里面 明明右手一直重复一模一样的东西 听起来还是不会单调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接下来这一首曲子呢 它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然后也有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聊 它这首曲子叫做Final Distance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件 在2001年的6月8号 日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附属池田小铁事件 它是一个无差别杀人的事件 这次的杀人事件造成了23名尸身的伤亡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两天 刚好宇宙庭光药进录音室录音 然后他就从他爸爸那边听到了这个事件 他就非常的震惊 其中有一个小女生是他的粉丝 所以他非常难过 他就想他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于是他就决定了将当下正在录的这一首曲子 献给这个女生 当然后来他也更广义的把这首曲子 献给所有卷入事件中的大家 那也在这个CD上面呢 献上他的那个追悼的感言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这样子做的时候 一定让很多人可以在他音乐当中 感受到力量跟救赎 哇 真的非常好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的那今天呢开箱了很多首宇宙庭光这本乐谱的曲子 旋律真的写的太美了 刚刚一开头的时候呢是非常兴奋的亢奋的开场 结果到结束的时候心情居然就这样倒了下来 音乐的魔力真的是能控制人心喔 听了一个比较治愈比较悲伤的曲子之后 张老师的声音也整个都倒下来了 但是呢这本乐谱我觉得当中我们开箱的这几首 大家如果是喜欢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购买它 但如果不会弹钢琴只想欣赏 宇宙庭光的音乐的话呢 那就把这个影片都刷几遍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开箱 那如果在下面想要敲碗家门是弹什么样的曲目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那就这样子啦记得订阅我 打开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